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怪物 因为它的身体全是黄金打造 不知道为什么 即便知道它是怪物 但看起来却让人十分喜爱 如果把这个100米高的黄金巨怪 换算成人民币 该有多少钱啊 咱们开始计算 一般来说 黄金的密度是19.3克 每地方厘米 因此100米高的黄金巨怪 大约需要用到1200吨黄金 至于这些黄金的价值 按照每克人民币380元计算 一吨黄金折合人民币大约1.2亿 因此1200吨黄金 所打造的100米高的巨怪 大约需要花费1440亿 所以这哪里是什么怪物呀 这简直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捧之前的好不好 而且大家注意看 这个怪物它有自动开采黄金的能力 三分钟左右就能从地面开采1200吨 所以这就非常变态了 要知道人类开采黄金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 据统计截止到2021年 人类用5000多年时间 黄金的开采总量也才仅仅的19万吨 要换这家伙来开采黄金 那个效率不知道会提升多少倍 这时有机制的小板就要问了 地球的黄金会不会被它开采带劲啊 其实大家并不用担心 地球的黄金储量为4亿亿吨 按照全球80亿人口计算 每人能够平均分到500万吨